這個世代好像有一個現象 但我不知道是不是普世性的 就是他們沒有上一代人的經歷 頂多就是體驗而已 但是他卻有上一代人的格局還有氣度 雖然有人說是老屁股的氣場 或是成年人遭遇許多事情的感慨 但我正面一點稱呼的話 是一種類似於成年人的成熟的精神狀態 其實剛接觸到這個世代 我其實心裡想的是 哇靠年輕人 年紀輕輕就有這種格局和思維 現在年輕人都很早熟 但其實沒有想到一合作我頭就痛得要命 因為他們可能是我見識過最有自己想法的世代 但執行能力卻跟他們的大格局思想是不協調的 那我其實就一直在想 這樣的世代它是怎麼形成的 直到我遇到一位牧師 他在講歷代制的時候就跟我說 每一個世代思維的行程都是看著上一代的行為舉止發展出來的 所以呢他看哪裡 他看我們這一代 然後我就很好奇 這一個全新的世代 到底是看到了我們這一代 到底看到了什麼 我其實算是被叫做草莓族的世代 好的尾巴啦 也就是那個1981年之後出生的台灣人 俗稱七年級生的之後 我是之後啦 我們這一代其實算是被認為像草莓一樣容易軟爛 意思就是不能夠承受社會壓力 但隨著時間過去你看我們現在在草莓也差不多變芭蠟了 初期我們在社會化的過程的確有不適應的狀況 因為學校和社會之間的gap超級大 才會讓每個剛畢業的人在社會化的過程當中吃盡苦頭 但現在我們身旁這一些上一代口中的草莓族 其實奈壓性很高 還因為經歷過威權教育 導致他們具備了兩代之間的翻譯機的功能 他們很努力 但是卻買不起房 越有錢貸款就越多 在某個層面上也沒有好的社會地位 畢竟草莓的上一世代 這個時候還不太想要交棒給下一代 所以以某程度來說 我覺得我們有點和上一個世代磨合根本沒有完成 就準備各自揚鑣了 所以其實不好意思我這樣形容 草莓族走到今天有三點 第一沒錢沒希望 有錢卻很絕望 因為反正你有錢也買不起房 或者你有錢反而更多的貸款 第二就是沒有地位 一直被叫草莓也差不多變芭蠟了 社會打魂也差不多淘汰掉更多的爛草莓了 但是奈壓程度很高工作能力好 結果呢卻為自己贏得了更多加班的機會 被奴役的機會 第三點就是沒有決定權 即使你的年紀變大 上一代還是不太願意交棒 其實有點像是沒有決定權的一代 無法自己做主 就寧願自己出來創業 不願意交棒的世代也讓產業老化 現在常常出來挨挨叫 找不到年輕人 或者就只能請外籍 但自己出來創業的草莓族 其實也是挨挨叫 疫情之後能夠穩住 還真的是需要咬一下牙齒 所以回到我剛才的疑問 為什麼這個全新的世代會是這個樣子 我的推測就是 有可能他們就是看著我們這個 後來草莓族的故事長大的 當他們看到自己的爸媽割結 沒有錢沒有希望 有錢卻更絕望 有能力還沒地位 然後自己創業累得跟牛一樣 那他們會怎麼想呢 可能只想躺下吧 他們喝了我們在社群媒體的雞湯 思維格局跟我們很像 唯一的差別就是 我們曾經是被壓爛過的草莓 但他們還是一個新鮮的水果 而我其實有一點擔心或好奇 這樣子沒有經驗當作基礎的格局 會不會增加世代之間的溝通成本 還有協作 作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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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